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先看一看一則最新的消息 新華社報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王毅 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會誤 雙方就推動中美關係 排除障礙 指跌企穩進行了坦誠 深入實質性、建設性的討論 王毅就台灣問題 全面展述了中方的嚴正立場 雙方也就亞太局勢、烏克蘭等共同關心的 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了意見 雙方同意繼續用好這個戰略性溝通管道 正當中美的外交高層見面之際 公務委員兼外長秦剛也正在歐洲訪問 美歐一些媒體還在繼續 誇大炒作中歐之間的一些分歧 試圖為這次訪問附上一層陰影 瑞士新蘇尼細報 一間在歐洲影響力較大的德語媒體 密切跟蹤著中國外長的這次訪勾行程 他們報紙的記者突出的是 秦剛在柏林展現的一面 說他以堅毅的面容 展述了中國對世界作出的貢獻 《新蘇尼細報》報道說 短短一個月內中德外長的第二次會面 總體氣氛平和 但是一些分歧甚至是衝突點也可想而知 北京和柏林之間政治交流近期明顯增加 德國一間電視台就形容 北京和柏林之間的政治交流近期明顯增加 而另一間德國媒體就提出 交流增多背後的錯綜複雜也可見一斑 例如是貝爾伯克在記者會上重複了 中國能在解決烏克蘭危機中 發揮重要作用的官方辭令 之後就拋出了中方在衝突中保持中立 就是站在俄羅斯的一邊 而秦剛就當場予以嚴正的回應 再次清晰地講述了中方對於烏克蘭問題的看法 以及勸和速談等原則立場 其中一句就提到希望德方發揮引領作用 為構建軍行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架構提出具體方案 秦剛的這個駁斥都有反張一軍的意思 即是叫德國不要經常在想著拱火提供武器 好好想想如何為高難度複雜的烏克蘭危機 找尋解決方案 中特、中歐關係錯綜複雜 無論外媒如何演繹 德國還是給足面接待秦剛 除了與對口單位外長以及安全顧問見面 德國總理索爾茨也親自與秦剛會面 索爾茨在之前幾天一場公開演說中指出 現在中國的行事方式越來越像歐洲的對手和競爭者 而並非合作夥伴 還大談對華關係上要規避風險 有時觀察西方政客既要看他們的言論 也要觀察他們的實際行動 就在索爾茨與秦剛會面的差不多時間 政客新聞網歐洲版則報導 德國政府在星期三表示 將會繼續與中國達成的港口協議 允許中國航運巨頭中遠集團購買漢堡港口碼頭 24.9%的股份 雙方在去年10月敲定的協議內容不變 事緣如此 2021年9月 德國漢堡港務集團 漢堡港口與物流公司HHLA宣布 中遠海運港口將獲得漢堡港福地集團商碼頭 35%的權益 作價6,500萬歐元 這項收購曾在去年即2022年9月 受到德國經濟和氣候保護部 內政和國土部等6個參與 投資審查的聯邦部門的阻撓 聲稱中國可能會利用它的經濟影響力 來貫徹自身地緣戰略利益 與此同時 聯邦總理府就選擇站在支持收購案的 德國企業界一邊 一時之間 德國政府內部出現了嚴重分歧 各方都僵持不暇 在總理索爾茨的大力支持下 德國政府最終在同年10月下旬 批准了一項妥協方案 允許中遠海運收購福地24.9%的股權 並禁止超過這個門檻的進一步收購 此前拒絕這項交易的6個聯邦部門就放棄抵制 與總理府達成妥協方案 索爾茨評價德國政府的決定是正確的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到了今年4月 德國聯邦經濟和氣候保護部發言人又說 由於福地已經是被列為關鍵基礎設施 政府正在重新評估是否將允許中資繼續入管這個碼頭 德國每日新聞就指出 碼頭被列為關鍵基礎設施 並不意味著這項交易會被自動禁止 但是對聯邦政府而言 政治上的敏感問題是 它是否要批准與中遠海運港口的交易 最新的進展是德國政府發言人就說 儘管碼頭現在被列為關鍵基礎設施 但是政府將堅持雙方在去年10月敲定的協定 並且不會作出任何修改 它沒有提供更多細節來解釋這個決定背後的原因 HHLA就隨即表示對於政府的批准表示歡迎 並且補充說投資審查程式範圍內的所有問題 都是密集的、建設性的談判中得到澄清 這項交易將會很快完成 儘管以德國副總理兼經濟和氣候保護部部長 哈貝克為代表的官員 以降低對華依賴為由 屢屢向這項的收購案發難 但事實上藍德爾志部一篇評論就曾指出 困擾漢堡港最大的問題其實是競爭 作為歐洲最後一批沒有中國投資者進入的主港口之一 多年來漢堡港的重要性一直在下降 這篇評論說 中國和漢堡港之間已經維持了40多年的貿易關係 如果疏遠來自中國最重要的客戶 這個港口承受不起這樣的後果 此前漢堡港和漢堡市方面多次表示 希望中資入股能夠為他們集裝商碼頭帶來更大 可持續的規劃確定性 提升港口的貨物輸送量 加強和其他港口競爭中的地位 漢堡港擔心如果交易失敗 中遠集團可能會將業務轉移到綠特丹 安特維普等更大的競爭對手那裡 直到目前 中遠海運港口在全球37個港口投資46個碼頭 一共在營運中367個拍位 有德國媒體就曾描述 漢堡港將會是中遠在歐洲佈局上最後的一個環節 除了海上的航線 漢堡也是一帶一路中歐陸運的一個重要節點 漢堡港的官網就介紹2021年漢堡和中國 超過25個目的地之間的鐵路運輸量 較對上一年是強勢增長51% 正如秦剛在德國所說 如果去風險化的真實意義是要去中國化的話 這將會意味著德國和德國的企業 失去在中國的機遇、合作、穩定和發展 顯然索爾茨明白這個道理 只是說一套做一套 說的是親美的言論 做的是默許企業和中國合作 一看到中歐溝通熱落 美國的輿論也開始緊張起來 《紐約時報》駐布魯塞爾記者 在中國外長秦剛抵達柏林當日發了一篇報道 說中國試圖拉攏歐洲領導人 標題中可以看到一股帶著警惕性的酸味 而《紐約時報》就專門挑出烏克蘭問題 並且試圖將中歐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 誇大描述成為這次訪問的最大議題 文章的末段還特意提到 最近中美關係再遇寒兵 以及加拿大挑釁遭到中國反制 好像是想提醒歐盟不要站錯隊的 要緊跟美加對中國視強 問題就是美國自己近期都頻頻向中國示好 要求恢復各個層級的對話 加拿大聽說要做反華急先鋒 但是德國或歐洲為何要聽足美國之敵呢? 連以反華見稱的來自綠黨 一直都密謀減少對華依賴的 德國經濟部長哈貝爾 在秦剛到訪期間也承認 對於德國來說在中美間作選擇 會令德國面臨極端的問題 對華脫歐不符合德國利益 哈貝克說防止這種情況發生 唯一的選擇就是制定歐洲貿易議程 否則會隨著中美關係緊張 歐洲有陷於癱瘓的風險 他說中美之間的經濟衝突正在影響國際貿易流動 一方面中國希望吸引歐洲和德國的投資 希望歐洲不要完全與美國結盟 另一方面德國政府、歐盟和七國集團 希望在對華關係中進行所謂的去風險 美國公司也只是試圖擺脫對華依賴 但哈貝克就承認儘管如此 德國企業仍然在增加在華投資 德國經濟研究所初步的資料也顯示 德國在華直接投資仍然在不斷上升 德國經濟研究所國際經濟與經濟展望研究部門的負責人 馬蒂斯接受外媒採訪時就指出 根據估計德國2022年流入中國的直接投資增長11% 與2021年的增長是相近 但比2016至2020年就強勁很多 儘管德國政府和包括馮德萊恩在內的歐盟官員 一直都敦促企業要降低與中國經濟聯繫中的風險 但馬蒂斯就說 投資資料顯示德國在中國以外並沒有明顯的多元化投資 德國汽車製造商、賓士首席執行官等行業領袖也指出 撤斷與中國的經濟聯繫 將會對德國在未來10年產生巨大影響 柏林自由大學教授科斯塔卡同樣說 雖然降低風險是政界的新寵 但在危機發生的時候 你不能只降低對中國的風險 也要降低對所有你過於依賴的國家的風險 德國工商總會對外貿易負責人 特賴爾就認為除了中國沒有其他真正的選擇 他舉例說如果要與中國脫鉤 德國計劃中的可再生能源轉型 機動化轉型都不會取得進展 根據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處發布的報告 直到2022年底 中國連續7年成為德國全球最大貿易夥伴 而根據中國商務部的數字 今年第一季度德國對華投資 飛速增長了60.8% 北京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周波就說 如果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唯一共識是避免熱戰 那麼中美可能已經處於一場新的冷戰中 這一場競爭首先要看誰犯的錯誤更少 其次就是要看更好地獲得第三方的支持 主要的戰場不是在全球南方 因為美國在那裡已經圓敗給中國 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 主戰場也不會在印太地區 那裡很少有國家願意選邊站隊 新冷戰的主戰場將會在歐洲 那裡包括美國的大部分盟友 而他們的最大貿易夥伴就是中國 由此分析中國會進一步加強 與歐洲各方面的合作 令到歐洲不完全倒向美國 在這一場新冷戰中會處於較有力的位置上 大家好 石榴台已經簡化了訂閱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扶你訂閱石榴台會更加方便 我們也優化了視頻課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也可以看得流暢一點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們聯絡我們 你又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 石榴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是其他媒體 比較少講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榴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力步 去巴士力步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榴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力步訂閱石榴台 多謝大家 加入石榴台 在香港整齡的方式 找到柔和外雜,來自我 不幫助 August月 石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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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榴 石榴